電影不肯的任務系列也有27個年頭了 主角阿湯哥也陪伴我們成長茁壯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CPman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 湯姆克魯斯的人生懶人包 那我們影片馬上開始 湯姆克魯斯出生於1962年7月3日的 美國紐約州雪城 身高170公分 他的父親是一名電子工程師 母親則是特教老師 有英國、德國、愛爾蘭血統 阿湯哥小時候在加拿大長大 第一次表演是國小四年級的戲劇客 也是那時讓阿湯哥對表演產生了興趣 1971年阿湯哥跟著媽媽來到美國生活 那時他有短暫加入過方济會 阿湯哥18歲那一年開始在一些電視劇中演出 首部電視作品是 《無盡的愛中》一個跑龍套的角色 直到1983年的青春喜劇電影 《寶宋入學》中擔任主角 知名度才逐漸水漲船高 而這部片的賣座也讓他成為全美青少年的偶像 而之後1986年的捍衛戰士 更是開啟了阿湯哥演繹的巔峰之路 這部戲上映後也讓美國空軍的招募電話接到手軟 還有賣到缺貨的雷蓬太陽眼鏡 接下來真的是隨便演隨便賺的阿湯哥 宛如成為80年代的票房保證 而在演出1988年的電影《羽人時》 廣受影評讚許 讓他的演技備受肯定 不單只是一位奶油小生而已 然後靠著電影《7月4日誕生》和《征服秦海》 獲得金球獎跟奧斯卡獎的提名 這之中演過各種不同類型的電影 當然也包括第一集的《不可能的任務》 直到1999年 阿湯哥發現他的定位應該是全球動作巨星 所以之後演出的電影大部分都是屬於動作電影 果然也找到了自己的市場定位 曾獲得三次金球獎和榮譽金鍾旅獎 以及奧斯卡金獎提名的阿湯哥 雖然他從未獲得奧斯卡獎 但他對電影界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 目前主演的電影截至2023年2月 全球票房高達115億美元 扣除《復仇者聯盟》系列的演員 是目前史上最高的 而且還不包含《不可能的任務7》 湯姆克魯斯出道時間很長 其中一個很有名的脫序事件 是在2005年上歐普拉的節目時表演 跳沙發 並對凱蒂霍爾姆斯施愛 而這脫序的行為也讓他的形象遺落千丈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片段 I know Have you ever felt this way you go You want to tell Seventeen magazine Yes 現在回頭看其實還蠻有趣的啦 看似光鮮亮麗的阿湯哥其實有段第一潮期 1986年到2006年可以算是 阿湯哥人生最輝煌的20年 這20年間阿湯哥主演的20部電影 有14部位於該年度全球票房前10名 5部前20名 是不折不扣的金基姆 當2006年開始隸屬派拉蒙底下阿湯哥的製作公司 那時候製作的電影票房不如預期的好 再加上跳沙發事件 人氣更是直直落 而派拉蒙除了要支付片酬分紅外 每年還得負擔阿湯哥製片公司約1300萬美元的開銷 為了不再燒錢 派拉蒙決定跟阿湯哥解除合作關係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說法 是雙方在DVD的分論產生了分歧 但都沒有實質證據證明 直到2011年的不可能的任務4 鬼影行動 雙方才又再度合作 這部片也可以算是重新合作後阿湯哥的入學考 甚至有謠傳原本派拉蒙想讓鷹眼取代成新的主角 所以才會讓他在第四集中加入 不過最後鬼影行動取得了影評以及商業界的大成功 阿湯哥也一掃一埋重回電影舞台 而之後非不可能任務類的電影也屢獲好評與佳績 就算影評不理想的電影也都還是有不錯的票房 只是續集應該就難產了 而近期派拉蒙想要在上映45天後 就讓不可能的任務7進入串流平台 身為極度希望影迷們去電影院看電影的阿湯哥 當然不願意 他希望維持傳統至少三個月後才算下檔 我看這對派拉蒙應該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了 阿湯哥總共有三段婚姻 1987年和咪咪羅傑茲結婚 兩人於1990年離婚 但他同時也是把阿湯哥引領進入三打基教的人 同年認識的澳洲美女妮可基曼 兩人也結婚並於2001年離婚 又同年認識了西班牙正妹潘尼洛普 兩人交往 這段關係維持了三年 不過並沒有結婚 2005年也就是知名的跳沙發事件同年 阿湯哥跟凱蒂霍爾姆斯結婚 並生下了漂亮女兒蘇利克魯斯 兩人在2012年離婚 離婚後的阿湯哥也是很負責任 每年支付40萬美元給凱蒂照顧女兒 而且還不包含醫療、保險、教育跟多項雜誌的開銷 這部分阿湯哥倒是很大方 而目前蘇利也正在紐約攻讀時尚相關領域的專業 由於三達基教在某些地區或是國家被認為是邪教 所以我們盡量保持客觀、簡單、白話地去闡述其對阿湯哥的影響 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Google 其中一個爭議是阿湯哥曾表明 精神病學不應該使用藥物治療 精神病學是一種衛科學 並發表聲明認為精神病學不合法 而這也是2005年阿湯哥除了跳沙發外 另一個讓人詬病的事件 當時精神病學的專家則跳出來表示 阿湯哥部分是對的 精神藥物確實不應該被過量施容 生活方式的改變也是有助於改善患者的狀況 但他身為名人不應該這樣說 這樣會增加患者的負擔 導致他們不願意接受治療 並且覺得丟臉跟害怕 另一件事則是根據八卦雜誌報導 三達基教會曾干涉阿湯哥的交友 要為阿湯哥選擇適合他的另一半 而這同時也讓凱蒂覺得該宗教影響了他們的家庭 且凱蒂不希望自己以及女兒信奉這個宗教 並成為帶著女兒離開阿湯哥這件事的導火線 離婚後的這段時間 阿湯哥和女兒舒立幾乎沒有在螢光幕前見過面 對比小時候常常把他抱在懷裡時差異很大 當然由此一說又是跟宗教有關 我們持保留態度 由於不可能任務期拍攝期間是在疫情爆發最嚴重的時候 所以對於防疫阿湯哥是非常重視的 也有他破口大罵的錄音檔流出 據說當時現場氣氛尷尬到了極點 我一直想再看你一遍 一直 如果你不做的話 你就會燙 我再看你再做一次 你已經死了 你連任務期間都沒有 那所有人在這部隊裡做了 那就是 那你也 那你也 那你 那你再一次 再你再做一次 事後訪問阿湯哥 他能堅持當時的生氣是對的 不过他也表示确实可以用更好的沟通方式 阿汤哥说道 考虑到一起工作的人 还有这个产业 我必须这么做 我们终于可以开工了 这是很让人激动的 而疫情下还可以拍戏 很多人正看着我们并学习我们 这份工作创造了三千万的就业机会 所以我们必须严谨 网友们虽然知道阿汤哥生气 但也纷纷表示赞赏与认同 而在疫情最严峻的时间 也传出因为三达基教对于疫苗的立场 跟阿汤哥不太一样 而让阿汤哥那段时间远离教会 主要是教会只发表了预防剩余治疗的文章 但没特别提到教友是否应该接种疫苗 导致很多教友不愿意施打疫苗 甚至不愿意接受正规的医疗救助 让当时疫情无法有效的控制 不过也有人说阿汤哥只是严守防疫 所以显少去教会拜访而已 但不论如何 阿汤哥也知道教会在世俗的认知不是很友善 所以近几年也几乎显少在大型荧光幕前宣扬教会理念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阿汤哥这位演员的呢? 我是觉得60岁还在跳上跳下飞檐走壁的卖力演戏 是值得赞许的 至少我会去电影院支持他啦 好啦阿汤哥介绍到这边 喜欢我的频道欢迎订阅按赞或留言跟我一起讨论 我是CPman 我们下次见 拜拜